这次到温哥华来 我们一直为浓浓的亲情所包围着 让我们非常感动 这么多的华人朋友 帮我们操办了这个 泥山树落户温哥华 那么为什么要落户温哥华呢 主要是我们考虑 温哥华的华人 在当地占的比例比较大 大家呢也有学习中文这个需求 而我们山东出版集团呢 我们所属的这个 这个友谊社 他也有这种使命和担当 就是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 走出国门 这样呢我们就是和这般的朋友呢 一联系一拍即合 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北美的第一家泥山树屋 就顺利的落户到了温哥华 所以在这里呢 要对大家的努力 再次表示感谢 泥山树屋它是以书为桥梁 传播中国文化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么因为在温哥华也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城市 那么华人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的书籍 它是有需求的 那泥山树屋在这方面 尤其它是采用以外国人 写中国故事 这样的方式 应该是更适合海外的华人 我们希望这个泥山树屋落地以后 能够真正的落地开花 真正的走进 温哥华的普通家庭 公众 起到一个文化交流的这么桥梁的一个作用 我感觉这次这个泥山树屋落地加拿大文革华 特别是对文革华的这些华裔子女 在这里出生的 他们不了解中国 而且也不只要了解中国文化 这样呢 而且它这个书呢 设计的呢 也非常好 非常完美 学起来非常简单易懂 它包括有图片 还有中英文 而且二维码呢 一扫呢 还有出生音 这样对无论是华裔这个孩子也好 在加拿大的这个 生长的孩子也好 学中文的孩子也好 都有很大的意义 而且很方便 使用 很高兴这次在加拿大文革华 泥山树屋 加拿大落地一世 以及泥山树系 在文革华落地 那么我们在加拿大的 海外华人华侨 有机会 共好的 学习中国的文化 传承于中国文化 让海外的孩子们 共加的了解 懂得中国 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以及孔父子的哲学思想 那么有机会 在儒家的 这个文化传承当中 然后我们国际的原文化基金会 也有机会 做了这一次的主办方 那么这一次是我们 真正的第一次 开拓与泥山书 泥山文化的一个第一站 那么未来我们会更多的 更好的 然后在海外传承于中国文化 让孩子们多一些 学习与中国的语言 故事 以及中国五千年的美好的文明 这套书最大特点就是 让外国人讲中国的故事 给外国人看 内容上呢 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元素 你比如说天天读中文 它是让为外国的小朋友 学中文 所需要的一些汉字 加拼音来表达 那么中国故事呢 它是把中国的文化 组织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 比如说筷子的故事 水饺的故事 用英文创作出来 这就是泥山书系 和别的书系不一样的地方